日前有一名客人騎車 經過行程路準備要到外的時候 不小心跟另外一台轎車發行測量 客人當中下車受傷 該一次消防救接的通報後 也四次派遷後後分隊的救護人車 全都救完 該一次後後分隊救的輪車 救護人車救護人車 現場一名台有18歲的客人在樓邊 單台救完 救人員設計整個策劃上車狀況 包括在這名上車的意思清澈 不及其他責署上 日前救人員提議進行最靠出地 機會只要三人病治療 發現一名男性三者年月18歲 站在路旁等待救援 救人員上前評估三者生命真相 第三次 三者肢體多處擦傷 門口 救人員一直被爆炸直血 適當救出之後送完加益基督教育院 後續診治 經紀最佳標示 他在騎阿多巴的翁侯扶著 經過樓口整比柳 但他看到救車時 不及打招式就撞到 幸好在當時後方的車注意到 才沒有作生近嚴重的車好事 而且萬一沒情由近乎調查到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起步比较晚 但是我们也在极尽努力的沟通之下 大家真的看到了它的优点 以及它的必要性 所以配合度后面就比较高 那我们同仁也更看到了 在这一方面不只是工程 更要有人文 所以在人文当中 大家能够把好的环境给开辟出来 那这看不到的工程 比起什么都重要 也借这个机会 可以把我们的以水下水到的江关 我们再做一个优化 再做一个提升 我想让我们居民的生活品质 能够更好 防疫的工作随时是挑战是严峻的 尽感谢大家的同性 大家平安健康 再次谢谢我们所有的伙伴 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用心 我们相信 我们一起努力 让我们早日恢复生活的自在 卫生习惯保持好 这可以让风险降到最低 愿大家一切很好 一起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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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